这时期,宗教音乐也有了明显的变化 出现了多声部的宗教歌曲 它的特点在于各声部的独立进行 形成了不同的和音 有平行的同度,八度,四度,五度 也有平行的三度,二度 全曲往往是以同音开始并结束 平行四度,五度是严格合乎规则的声部进行 最初的多声部音乐作品是两个声部的 它们都具有庄严的气氛 大约于九世纪时 在宗教仪式的宋歌中就运用过这种音乐 当时称它为奥尔加农 在胡克巴尔 Discount 后来又加上第三、四个声部 曲调和节奏变复杂和丰富起来了 巴黎是这种多声部音乐的中心地 法国其他城市 法国其他城市 像夏特 《雷龙男》编了奥尔加农大城 这是一本经它改缘的教会歌曲集 它以《格里格里圣勇》曲调做提声部 在它上面加了装饰性的花枪格调 这样 圣勇就像低音一样 失去了原来的主要地位 这种低声部的圣勇曲调进行 均匀虚幻 称为固定调 又名为持续调 因此人们的听觉注意力无形中 被在圣勇曲调上面出现的华丽装饰的 音响浮满的Discount声部吸引去了 贝罗坦也写了不少三声部 四声部的奥尔加农 有时他不采用圣勇曲调做一个声部 而自行创作一个低声部 称之为Conduct Conduct 多声部音乐的出现 给当时人们以新鲜的艺术感染 后来 在经文歌中 它得到了更多的发展 经文歌采用着世俗民间音乐的曲调 和表现因素 更亦为听者所接受 经文歌这种新风格引起了教会的反对 1325年 教皇约翰22世就说过 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吉普法来记录新的曲调 而不唱旧的曲调 把极速的速度强加在神圣的音乐上 用装饰 修制和浮调式的曲调解体 把神圣的歌词往世俗的曲调上移植 总之 他们扰乱前程 麻醉听觉 并把听众引上邪露 13世纪左右 又出现了另一种多声部音乐 罗塔 罗塔 英国僧侣约翰在1240年 所写的罗塔 夏天来了 很有代表性 这是一个四部高音 两部低音构成的轮唱曲 在法国游银歌手的轮唱中 在法国游银歌手的轮唱曲中 也出现了独唱和合唱 轮流反复的多声部音乐风格 阿当的歌曲就有这个特点 随着世俗民间音乐的发展 这时期的乐器也有了改进 弓弦乐器普遍应用 维吾尔琴和刘特琴 渐渐成为了流浪艺人 和后来游银歌手的重要乐器 维吾尔琴的发展 预示了歌唱性的弓弦乐器 在欧洲音乐化中的重要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